这个女人是个顶级社恐 整整三年没出过家门 家里的垃圾堆积如山 但她却是个自律大师 早晨八点她从衣柜里醒来 早饭是一个罐头 晨间运动三千步后 准时开始一天的工作 她是个小网红 每天的任务就是四处倒图 只需动动手指 就能当个网络美女 几年前的一场火灾 让女人的面部留下伤疤 从此她再也不敢出门 吃饭都是妈妈送到门口 只有深夜 女人才敢拉开窗帘 用照相机看她外景 不过这天是一年两次的防空演练日 女人第一次在白天打开窗户 透过镜头观察外界 大街上空无一人 车辆也全部停住 安静的仿佛是另一个事件 突然 她看到了对面沙滩上的文字 几经寻找 她竟然发现有个男人在上吊 女人吓得瘫倒在地 赶紧拉上了窗帘 这晚她破天荒地失眠了 忍不住起来偷偷张望对面 还好 这男人还活蹦乱跳的 不过她的出现却彻底改变了女人的生活 规律的日常变得乏味 她开始经常白天坐在窗边 用相机观察男人的一举一动 女人生活的对面就是汗江 男人正是处在江中的荒岛上 她很想知道 她到底在干什么 渐渐地 看着男人无厘头的举动 她的照片覆盖住了整个墙面 她把男人当做了朋友 看着男人在沙滩上写下的泥吼 女人第一次产生了想要回应的冲动 可是如何出门成了难题 长期不接触外界 让女人对同类害怕到了极点 她在网上下单了一个机器人和一瓶酒 规划好行动路线 戴好摩托车头盔 犹豫着打开了房门 她用机器人吸引门口保安的注意 自己则从后面偷偷溜走 女人来到了汗江大桥 望着男人生活的孤岛 她将酒瓶投了出去 里面装着自己写的纸条 接下来就是等着男人的回信了 然而沙滩上的字始终没有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开